立法会今早复会因为法定人数不足留会 是今个立法年度的第二次 民主派议员承认提出点算人数 无非是想阻止建制派在立法会保选前修改议事规则 现在距离明年的立法会保选还有三个几月 相信未来的会议民主派会尽力拖延会议进度 建制派就希望尽快表决修改议事规则 未来会是一场持久的攻防战 立法会今早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留会 建制派议员批评民主派议员拖延会议 民主派议员就形容是捍卫议事规则的战争 捍卫立法会 我是开会 查识在上星期的内务委员会 已经是擦一锅锅乱的了 民主派和建制派就修改议事规则 拗到面红已热 由于议程牌在第七项 内会主席李慧琼不知是否想尽快讨论 在前面那六个议程黄开拖延 只是容许议员用很短时间发言就要表决 搞到民主派议员哥哥轻合合 刚才的记录已经很清楚 我说的是通过会议纪议 说出片我自己很清楚 我自己是有说过通过会议纪议 主席不是你说通过就行 不如你一二三六七全部都通过 带她了 虽然民主派议员反对 不过民建联李维琴就无理 日月读得快好世界 这次会议是编排了22项质询 6项口头质询和16项书面质询 B 三顿手读和动议二读 至今是没有接获有关的预告 B 政府意外 至今也没有接获有关的预告 除了开行推保 还使出一招 限制议员只能发言30秒 这个30秒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来的 不如下次15秒10秒吧 你凭什么规定人 每人是30秒 自己就一卵嘴 大江东去地在这儿朗诵 总之你朗诵完畢 那些项目就通过了 接着到议程第七项 谢伟俊议员 谢谢主持 轮到谢伟俊交代报告内容 议时堂一片混乱 但主持也由他继续读下去 稍后谢议员讲完 到大家三里介绍完 议程提交委委员委员处理的修订 你没理由由得场面混乱 有人可能受伤 而你的脑子里想着 只是别人发言就可以了 我没有完成硬任务这个想法 叶建源 两大阵营对议事规则的修订 只是对由这个举置 改为这个举置的写法达成共识 建制派修订的内容 包括建议立法会全体委员会 法定人数减到20人 以及将提交情请书的门栏 由20名议员增加到35名 民主派应用 今次是趁火打劫 建制派就不同意 修改议事规则 一向都是我们建制派议员 一直以来想做的事 陈克勤议员非常坦白 一直都想做 但他做不到 最终等到机会 就现在做了 你们用选票打赢民主派 你就修改了 但是用了20年 你们这些人都是无能 就死横手 DQ议员 接着现在这几个月成人之危 你可以说成人之危就是你有危 我为什么要去用这个时间呢 但老实说 以事规则 在我入了立法会17年来 都不能去有任何改动 因为这个是分早投票 那一定是要数航票 才可以去做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时间 就看到我们的航票 不计财政预算案 在明年3月立法会补选之前 还有8次大会 修改议事规则属于议员议案 期间如果政府有法案提交给立法会 都会优先处理 换句话说 民主派有机会借着拉布 拖到补选之后才表决 到时民主派很大机会 可以重夺分早点票的否决权 不过以近日政府的口气 似乎无意在这段时间 提交法案给立法会 我都希望政府能够公平对待 这一次的我们立法会的内部事件 在适当的时候 尽快拿回所有的议案上来 这个立法会给我们作二读或三读 修改议事规则是否成事 另一个关键 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会分开或合并处理民主派 和建制派提交的修订内容 如果最终决定合并处理 民主派要成功抵抗 也不是那么容易 答案 请您立法不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立法不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